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翻唱临死详外 几乎是一首无法被翻唱的歌曲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我多想你不合理 从来不是要想起 有人也不会忘记 在歌神张学友最难唱的歌曲之中 这首歌被网友列为榜首 因为它全程几乎都在飙高音 阿姨学有当时的那种唱法来看 几乎无法在现场进行还原 所以至今流传的版本中 几乎长不到现场版 让我不是我 只要爱你痛到不止痛 愿我愿你满不痛 愿我愿你满不痛 想跟幸寒也说痛 Number Two 浮夸 一首被网友戏称为 能翻唱者不超过三人的歌曲 后面那歇斯底里的呐喊 至少目前没有歌手 能超越陈奕迅的版本 要演唱这首歌 不仅需要有高超的技巧 更需要歌者有那种 感同身受的心路历程 歌曲 李宗盛 Number One 一路向北 由周杰伦演唱 发布于2005年 是电影投文字D的主题曲 周董早吃的歌 有不少飙高音的旋律 也是出了名的不好唱 因为除了他本人之外 几乎很少有人 能唱出那种味道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喜欢别忘了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你的崩溃在城外淋水 因为我一日生悲 离开有你的季节 你说你好累 你无法再爱相惜 你风在下入去 过往的画面 你却都是我不对 谁是真正的 我想你几回 我没想到你 我感到没想到你 我感到你 你却是真正的 我感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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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到你 不懂得我 我感到你 你也忍不高手 你能做我